阿罗哈,我是雨薰 今天我要来开箱了 怎么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开箱了 好,总之呢 我今天要开箱的呢 又是一个3C产品 那就是 Apple最新发表的 Apple HomePod mini 它的外观就是长这样 然后它这一次的外形呢 就是一颗像圆球一样 其实现在智慧音像还蛮多种选择 我自己现在本来就是在用Google的Home mini 或像是小米、Amazon 也都有出他们自己的影响 这类型的智慧音像 它价钱大概都落在可能1000块台币上下 所以其实这一台呢 它价格是比较贵的 定价是99块美金 台湾我看了一下是卖3000块 其实没有差太多 重点是它现在买的话 要大概等快两个月才会收到货 好险我那时候 手速快 马上秒定一台 我发现还蛮少人有开箱这个东西的 所以想说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 顺便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有什么特别的之处 其实我在买它的时候我也没有 看太多它有什么功能 我就先下定了 因为你知道的 如果你身边的设施都是Apple的东西呢 你就会希望可以待在他们的生态系里面 但是因为要拍这影片所以呢 其实我做了一点工后发现 哇它其实还蛮不错的功能 那首先我先来把它开箱吧 然后这个它不像Apple产品有一个 可以就是帮助你撕的一个地方 把它可以这样撕开来 好啦 那如果有买就是它的Apple HomePod的话 会大家会很有感的 应该是它的那个size小很多 就这个真的是迷你 因为Apple HomePod的话 大概这么大一个吧 这个这个体积真的是蛮大的 它这个至少有小一半以上 打开啰 我买的是白色的 好可爱哦 是一个小球体 然后它下面连着的是它的线 Apple HomePod呢 它也是必须要插着线使用的 它不能无线使用 它必须要一直插着插座 好漂亮哦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外观呢 跟Apple HomePod一样 都是编织的形状 网路上就有人说呢 推荐买黑色 因为这个编织造型呢 可能很容易会卡灰尘 但是我不管 我就是喜欢白色的 它的大小大概跟一个苹果 差不多大 它可以握住这样 这边是它主要的操控界面 加号跟减号 就是音量大小的控制 然后是亮面的 听说黑色的话 就会很容易看到指纹在上面 白色就会 我觉得我现在 越仔细看越觉得 它这个编织很像那个 包上那个保护网的水果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跟原本的HomePod 大小真的差蛮多 相对的也是便宜很多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有附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说明书 然后 它里面有附20W的Type-C的插头 那请问 为什么手机不附插座 好啦 开箱就这样子了 蛮简单的 赶快来使用它吧 好了我现在已经插上电源了 喔 哇 科技感 我的手机马上出现了 设定 将你的HomePod置在 方框中间 有了 蛮简单的设定 好了 嗨我是Siri 欢迎使用HomePod 我再跟你回手喔 只可惜你看不见 想跟我对话的时候请说 嘿Siri 嘿Siri 现在的天气怎么样 目前晴朗 请昏时21度 嘿Siri 我要设一个闹钟 是下午3点 已设定下午3点的闹钟 嘿Siri 我想听 姐妹悄悄话的Podcast 哦天哪 真的开始播了 哦还没有 欢迎修丁姐妹悄悄话 stop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fuck get my pretty name out of your mouth 它可以很大声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食品 应该都不是问题 它刚才整个球在震 它那个音乐一出来 那个低音蛮浑厚的 天哪 这个音质很棒耶 比我想象中的好 我觉得比我那台Google Home Mini的音质还要好 很意外耶 它这边通常是白光嘛 然后我如果叫Siri的话 它这个整个面会变成 好 OK 嚇到我了 我讲一下 它大概有了几个 我觉得很棒的特点 就是它这个造型嘛 因为是圆球体的 它的优势就是 它有360度环绕 就是你不管在哪个地方听 它的那个听起来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你不会因为喇叭在面向前面 所以后面听起来就不一样 这是蛮棒的一点 然后再来是 这台HomePod Mini呢 它就是也可以做到 各个的装置互联 所以你可以买不止一个 如果你买两颗的话呢 你也可以拿来当做电视的喇叭 因为它是可以左右声道分开来控制的 或者是你可以买它放在不同的房间里 然后呢 它就有一个很酷的优点 叫做 Intercom 广播功能 那你可以呢 在比如说你在客厅里面 它就像是你的对讲机一样 简称它就是 妈妈要叫全家人吃饭的广播功能 我觉得这个非常贴切 就是你每个房间里面都有一台这个 然后呢 妈妈就可以在客厅或是在厨房 Hey Siri 叫全部的人来吃饭 你讲完这段话以后呢 你这段话就会重复的 在每一台机器里面附送 而且它还可以辨别人声 就是它知道 现在讲话的人是哪一个人 这样它不会高混 我妈会很喜欢的广播功能 还有一点 我也觉得很棒很棒的功能 这功能就是呢 你手机如果正在播音乐 然后你要把它传到这个mini怎么办 你只要把你的手机这样 敲一下它 它就会可以把你手机上的音乐 像电楼一样 传送到这台机器 在这台机器上播放 在这台机器上播放 敲一下 敲一下 有了 成功了 成功了 所以不一定要敲欸 隔空欸 所以我靠近它 它就传回我手机 再传 再靠近它 就会到这里 超级棒 再来 这个 HomePod mini呢 我觉得现在 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 它呢 支援的是 Apple Music 所以 像我自己呢 最常用的是 KKBOX 跟Spotify 这个呢 就有待改进 不过我相信它之后 就会慢慢 开放其他第三方软体 大家不要担心 你还是可以 用其他的音乐软体 然后就是 把它 传到这里 就当一个蓝牙喇叭 也是可以的啦 再来就是一般 就是智能家具 可以用到 你可以 叫它控制 灯开关啊 或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 让它做很多事情 我问过 我之前的那个 Google Home Mini Hey Google 你孤单吗 你猜它回我什么 只要有你在 我就不孤单呢 要不然我来问看看 Hey Siri 你孤单吗 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有需要帮忙的吗 这太不人心话 我的Google Home 会跟我说 你这样子 要加强 其实我觉得就是 像Google Home 支援的东西 是比较广泛的 比起Apple来讲 毕竟 它其实比一般的 智慧音箱 是大概 两三倍的价钱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自己 评估看看 如果你有很多 Apple的产品的话 它们之间 互相的联动就更好 我觉得这个 还是很可以买的 好啦 那今天 这颗 苹果的开箱 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跟分享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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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